今天是318公民运动五周年 不论从什么角度出发 这场运动在过去五年 都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氛围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有些事情从此改变 在二十多天的过程里 大量的文字、影像和数位记录 在发生极点藏的精神底下 已经有完整的保存 而运动中的实体物件 也经由中研院食余所等单位协力采集 而且经中研院资讯所 进行数位化和网站建制 目前是交由台湾历史博物馆来典藏 今年的五月底 台史博将在中研院 与许多民间团体的协助下 举办战后台湾社会运动特展 讲述台湾在194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 带领观众反思 当前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选举、言论等等权力 其实是一路以来 许多基层的人民站出来 辛苦争取而来 我主要感谢总统府前副秘书长姚仁多 文化部长郑力军的协助 也要保留一些掌声 给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前馆长王长华 前副馆长谢世渊 以及现任馆长林崇熙 和中研院的庄廷瑞老师 没有你们的奔走 就没有这一次的特展 当然 所有曾经参与 曾经协助 曾经报道过318公民运动的每一位 你们才是主角 希望大家能够波容看展 我们五月台南见